大家好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次接受师父打显和点画的感受 那师父的打显和点画呢 每次都是让人非常期待的 我非常幸运的呢 几乎每一次都是做翻译 所以呢就减守在啊 就和大师每次都在一起 那大师每次带着满满的爱和强烈的能量啊 都注入到了我的身体中 那有一次点画呢 大师特地说啊 我将喷出到你们的本我轮 在那里呢就将会像高热断铁链铁熔铁一样的 我会溶解掉你们的恐惧恐惧模式 后来呢就是一段泰米尔语的开始内容 那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觉得这个太好太好了 因为以前呢我做法事的时候 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意愿 那就是请师傅帮我拿模式销业力 会在法事的意愿表上填各种要求 那这一次是公开的 所有人都可以来接受的电话 师傅是要给我们拿这么重要的一个业力模式 当时呢非常激动啊 赶紧发了消息 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来接受电话 所以这是其中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而且还是其实围绕这一点啊 这一个电话呢 身后有一个同修就告诉我 他确实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恐惧被拿走 就说他平时恐惧的感受就是有一根线扯着肚脐和心脏 那这次电话就让他觉得那一根线没有了 他当下看世界和感受世界都不一样 他喜悦的还去买了一个彩票 而且另一个同修也是打开电脑 看师傅的电话接受电话 就是觉得杜丹田 步步这里有个东西出来 我说对啊对啊 师傅电话和我们拿的模式就是从那里拿走的 所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电话 之后还有一个呢 依然是给我们拿储藏在本我轮中的 丹田轮中的各式各样的模式 尤其是自我发衣服应憎恨 这个每个人都有的根源模式 师傅都在帮我们消解 那他给到我们这些电话 也收了这108个电话 原本是在三级课程里才有的 那现在为了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呢 他就公开的公众的向我们播撒 所以是师傅的爱和慈悲 他这么做的 他出于他对神的一致性 把从凯拉撒带的礼物 给到我们所有人 那还有一次呢 我想说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一种清凉的感觉 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当时是红帷幕出现了 那我在镜头前翻译 忽然就觉得哪里起来一股清清凉凉的感觉 以及周身又是很热 但是脊椎和头顶呢 很清凉很清凉 有一种剥合感的清凉 后来我在翻译教室 我还问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有人回复说是的是的有清凉感 真的是有这种麻麻的凉凉的清凉感 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悦 在打险的过程中也会 最近也会出现这种清凉感 然后最近还会出现的一个身体上的反应呢 就是昆达里尼在被强烈的被师傅提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上半身也会跟着被这么一下子提起来 就像是悬浮的那种表现 很神奇很神奇的 那这个是有个阶段的 比如说新来的同修就会说 他会觉得晕 有的人呢是呕吐 那这些都是在做身体的排度 都是因为我师傅的能量给到我们疗愈 给到我们清洁 给到我们这个加持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应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也是非常好的分享 我从同修那里得来的 那我以前刚接受点话的时候 也是有各类的排毒的反应 排富能量的反应 就是浑身会剧烈的颤动啊 甩头啊 整个人就是乱扭 就是狂魔乱舞 舞到让自己去呕吐 特别特别的累 所以这是我在十个月 十个月 十一个月前开始跟随师傅的 刚开始的几个月的反应 以及剧烈的打嗝 就很强很强的嗝 从身体里面出来 所以那到现在呢 就这些反应已经没有了 说明已经被清理完了 被师傅净化了 所以很感恩 那现在呢就是进一步的 有别的体验 所以我们的体验一定会随着 跟随师傅的十年份的长久呢 被点化的次数的加深呢 就会越来越加深 进入到师傅的空间 体验和师傅一样的感受 那这个点化就是师傅 把他的修行的体验 他的所有的这些修行的果实 直接喂给我们 我们只要张开嘴吃下来就可以了 来体验他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非常幸运 可以从阿凡达的口中 直接接过 神奇的果实来体验 来让包括这也是活的种子 在我们身体里面发芽 所以我们绝对可以在 此生看到自己政务圆满 只是因为师傅的点化 我们可以得到政务圆满 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激 无比的喜悦 非常幸运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你点灯灯 对还要来